乌俄战争拉锯近一年 何时能结束不见曙光 俄军公事一波接一波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坦言 接下来六个月至关重要 但现在传出根据瑞士新苏黎世报报道 伯恩斯上个月密防俄罗斯 竟然代表美国总统拜登 提议让乌克兰割让两层领土 相当于乌东顿巴斯地区面积 已换取战争结束 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不愿分割领土提议因此破局 美方背后密谋报道一出 遭美俄两国政府严正否认 与此同时乌俄高峰会上 欧盟承诺无限期支持乌克兰 抵抗普丁野心 法国和意大利宣布运交机动性地对空飞弹系统 帮助乌军抵御无人机和飞弹攻击 美国也加码新增22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657亿的军援 其中包含陆射小直径炸弹 射程可达150公里 能够精准攻击距离较远的俄军据点 和补给战 希望国家持续伸出援手 援助乌克兰摆脱战争噩梦 静新闻高与婷代论报道 雷克向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 敬善敬美